大家好 今天是7月5号 德国明镜周刊前后刊登了两篇 关于中国的热点文章 一篇是关于下架滴滴出行的 另一篇就是现在要讲的话题 果然一切都被政治化解读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万恶的中国政府什么都干得出来 现在我要说的话题是关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党委书记殴打两位高龄院士的 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这时候炒作起来 这背后一定有玄机 现在中国航天的好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 空间上有条不紊的进行 痛恨中国又掌握着话语权的国家 当然需要一些素材 来妖魔化中国航天领域 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党委书记殴打两位高龄院士 这样的消息是千载难逢的最佳素材 因为是航天的 又是党委书记 殴打的又是高龄院士 一切都太完美了 首先表明我的立场 任何人打人绝对不可以 这已经是违法的刑事案件 党的领导带头违法 这个人不是蠢就是吃了暴死胆 我绝对相信会受到法律严惩 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这里我就不再浪费大家时间去重复 我倒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猜想会不会后面有某些组织 或者是个人与国外某邪恶机构 里应外合 给这位党委书记在喝的饮料里面下了药 这样书记控制不住自己 就酿成了后面的令人发执的事情 就像俄罗斯那位西方捧起来的 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那样 这个党委书记57岁了 相信能做到这么高的位置 履历及个人举止方面的记录 应该不会差 以前喝酒可能没有酒后打人的记录 为什么现在出现这样一幕 是不是太反常了 我这么说不是要帮他开脱什么 违法就是违法 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这事看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 一个稍微正常的人 即使醉酒了 也不会去殴打两位高龄老人 而且还有一位是老太太 这与中国的伦理道德观极不相符 我觉得水很深 对这件事情无独有偶 西方其他媒体也报道了 比如说CNN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国明镜周刊 还有读者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航天机构经理被指控 将科学家打伤到住院 据说他们并不想推荐他 中国太空项目的一名经理 袭击了两名科学家 一个月后 他的雇主现在才做出反应 受害者仍在医院 据媒体报道 中国航天计划的一名高级经理 将一名女科学家 和一名男科学家殴打到住院 目前他已被停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是航天工业的控股公司 周一也表示开始调查 他简短的说 其投资部门中国航天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张陶 酒后打人 据媒体报道 在一个月前的事件中 这位57岁的人 严重伤害了国际航空学会的 两名中国成员 据报道 这名女科学家和男科学家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该经理曾请两人吃饭 要求他们推荐他进入航空学院 那位科学家犹豫了一下 说他们只是刚刚认识 对他的工作还了解不够 这位董事长恼羞成怒 试图打这个人 两位科学家随后决定离开饭桌 根据监控录像 在电梯口 董事长将他们打倒在地 并对他们进行一顿殴打 尽管进行了攻击 这位董事长最初 还是能够不受影响的开展工作 母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也受到了批评 虽然照片和细节 被流传的沸沸扬扬 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在周五仍要求其员工保持沉默 这就是简短报道的全部 跟国内版是否有出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今天我是按发帖时间的先后来翻译 他简短的说 其投资部门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一切都明白了 党永远是对的 我们的政党不也是这样吗 昨天或前天 这里就有一篇好文章 那人丢脸了 这是典型的文化现象 日本人也一样疯狂 然后再加上中国的体制 这是什么典型的文化问题 应该是特地一个人只有因为公众关注了 才会丢脸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丢脸的问题 而是极端保住面子的问题 在德国旺壮的人组织或政府面前保住面子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事情通常会私了 在德国一个人也可能丢脸 例如前总理斯洛德 但在德国因为政府机构的介入 丢脸不会理所当然被阻止 对于大型企业和他们的经理人来说 这件事在德国又是完全不同的 在那里经理人要么被企业保护者 不损害企业的声誉 要么为了保护企业 公司给一笔遣散费打包走人 谁知道 如果中国有独立的媒体和司法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当然首先必须去争取民主 然后学习民主 这将代表一种文化的改变 德国知识点评又来了 开口闭口就是民主 而且这位读者认为民主等于法治 有了民主法治就公正了 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没有民主 所以也没有法治 先去争取民主 学习民主 法治就会到来 这种民主至上的思维简直没谁了 下周我们将读到那两个被打的人 被关在监狱里 党仍在考虑其中的理由 反正这个国家没有人关心 到底是什么理由 中国的方式为所欲为 否则就去医院 不幸的是那里的现实就那样 像每个国家 那里有很多很好的中国人 但一旦涉及到管理阶层 就会出现最无良的人民代表 每个与中国人工作上打过交道的人 可能都可以证实 我的雇主还为我提供了一个培训 主题是如何尊重领导 他继续补充道 不开玩笑 我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不应该像尊重领导那样去尊重普通员工 知识对那位领导的侮辱 最好不要理睬下层员工 德国知识点评 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德国公司 拼行的是什么样的咨询机构 提供这样的培训 各位在国内的应该比我更懂得 国内的职场规则 这很糟糕 但我也经历过 我儿子管理着一家中型公司 我在一次访问中表扬一名员工 结果他不得不离职背井 老板的父亲表扬了我 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 也可以把他们的企业和领导文化称为原始 这没有错 就像我们18世纪时一样 都要服从于上级 这些或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 例如在美国肯定会发生 或者也发生过 所以不要夸大此类事件 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 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推进 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在几十年后 我们将按照中国的渠调跳舞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方面也是如此 你现在想开始弄积分了吗 不 我真的没有 我自己不太可能活到那个时候 然而面对事实永远不会有坏处 中国的13亿人口 和一个日益高效和创新的经济 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我们的后代最好学习中文 熟悉中国文化 中国人已经购买了有利可图的房地产 新丝绸之路的发展 和中国人在非洲获得水权等等 也是一种明确的语言 像大壮汽车这样的企业 也在短视的支持中国的繁荣 攫取短期利润 1979年很少有人会想到 苏联会在10年后解体 预测总是很困难 特别是当他们涉及到未来时 例如目前还不清楚 中国人对其人口变化的管理 会比我们好还是差 以及因为气候变化导致戈壁滩 越来越吞噬中国时 中国体制将保持多稳定 德国知识点评 自从德国媒体报道了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后 貌似越来越多德国人 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担心 认为中国马上会因为 所谓人口老龄化会崩溃 昨天那个节目 有位读者还说 20年后中国只剩下60岁以上的人口 太可笑了 难道会认为几亿中国妇女 没有一个人生育了 说话都不过脑子一样 对于一些人来说 这是抨击中国的理由 似乎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行为 或者是中国国情的结果 但事实上遗憾的是 不能接受拒绝的胆大妄为者 和无良经理在其他地方比比皆是 当然这一事件是典型的中国国情 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政治 和经济体系 他们互相交职 肇事者认为由于他在党和公司中的地位 他不可能被触犯 如果没有引起公众注意 他可能会一直是这样 据推测 举报人将受到比暴力犯罪者 更严厉的惩罚 当然是在公众视线之外 中国在新空间上方面的成就 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就 而不是个人性上的成就 显然在中国事情还会更硬核 如果中国人的心态 如报道所描述的那样 会妨碍他们创新的 离开中国 因此一切都回到欧洲 创造就业和带来安全 当公司内部董事会和党书记是一个人时 就是这样 由于在党内的位置 那么这个人就比教皇更无懈可击 甚至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 但在中国并不罕见 我在广州的时候 有两个同事不想在公司的聚餐时 和老板喝那么多 在中国一起吃饭和喝酒 就像血浓于水的兄弟关系 然后老板在晚上剩下的时间里 把这两个人一顿羞辱 几天后他们辞职了 他们搬到另一个很远的地方 因为他们在当地找不到其他工作 被赋予金钱和权利 没有法律框架和控制 人很快就会不择手段 他不是唯一的人 拥有如此多的权力和金钱的共产党 对这种人非常有吸引力 在这方面女人也很擅长 她们的手段甚至更妙 我看过一部关于女领导的纪录片 谁是真正的老大 在四人帮中 他是一个演员 他是一个演员有很多男人 德国知识点评 我有点意外 这两人竟然知道四人帮 看来是年纪比较大的 对中国人感兴趣的人 现在就看谁的关系更好更硬了 希望科学家们不会因为不够爱国 而惹上麻烦 那位经理肯定会被解雇 德国知识点评 绝大部分人不同意这位读者的观点 但我同意 这位党委书记的乌绍帽肯定丢了 可能会吃官司 甚至有可能被杀器尽喉 让科学家们更受人尊敬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更有可能的是 科学家们会受到惩罚 他们不被起诉 就已经很幸运了 在中国 如果一个城市有100例新感染 市长就被撤职 这个小经理会受到处罚 特别是如果他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那么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每个市长都有两种选择 采取大规模行动 防止感染的传播 和或尽可能减少阳性测试结果 顺便说一下 这种奇妙的想法已经导致了 在疫情开始时 在武汉的烟盖 你还记得李文亮吗 那个被警察大规模威胁的眼科医生 党显然也没有真正从痛苦中吸取教训 为什么说无论如何 如果他在党内有良好的关系 那么不听话的科学家就更可能失去工作 即使皇帝朝代的中国 国家也不关心这种私人纠纷 除非有国家官员 会有影响力的伤人是受害者 然而这次涉及到声望很高的太空计划 也被公布了图片 我猜这次会发起调查 此案唯一奇怪的是 董事长没有走通常的腐败路线 毕竟一顿晚餐太少了 如果在人民解放军中每一次晋升或获得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 都伴随着腐败和个人关系 那么这在航天计划中也应该很有效 这位经理试图用这样的暴力攻击来达到目的 可能相当愚蠢或傲慢 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吗 然后在中国也有许多有道德的人 这两个科学家是有道德的人 要是在报道中说明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对此了解还不够 只要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的逆乌托邦 我相当肯定这种事可能并不罕见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东西 你从哪里得知这种情况 比如说比你们美国更普遍 或者你只是相信因为中国是邪恶的 听起来像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故事 简直太棒了 论坛里有这么多中国问题专家 我从来没有想到 而且你们每个人都清楚的知道 现在事情的进展或者该怎么做 当然这是在中国才有的 在我们这里没有打人的老板 好吧 关于欧空局或NASA负责人 我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我想俄罗斯航空局的老板 也从来没有对下属采取肢体暴力 中国有14.1亿人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能喝酒 所以可能发生这事情没有什么好激动的 这件事情会内部解决 他们还活着应该谢天谢地了 如果没有照片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即使现在那位经理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在中共帝国里人权并不存在 德国知识点评 我对这个网民印象特别深刻 几乎每一个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有它的留言 估计拿起发帖的1450 另一个典型的网民是freedom 这样的话中国国家控制的视频监控 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 纯粹的腐败和干部思维 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掩盖一切 直到实在掩盖不住了 好 网友们就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见